像这些年轻的这种警察当中 您一眼看过去觉得 谁有可能做卧底 拼凌二三十次这种卧底的经验 老警官 我觉得长得太帅一个不行吧 你看他长得非常帅 对啊 非常好 对啊 这也太帅 为什么呢 他帅可以去 这些夜场做卧底吗 哎 啊 哎呦啊 跟一波一起去吗 哎 一波也可以吗 一波一波你也叮了 我也可以 一波你将来的公哥 登帝得喊卖一点 在哪儿啊 对 哎 打入那种女性坏人的内部 是不是得就是扮什么就得像什么 这个应该也就是平常的观察了 对嘛 嗯 你要做什么要像什么 扮什么是什么 其实就是演员对不对 对嘛 像我们韩哥 模仿 演主持人都演得这么淋漓尽致的 韩哥行啊 不是演的呀 韩哥其实是个卧底 已经卧了二十多年 卧了 我都认识的卧底 对 我在你们湖南卫视卧了二十多年里了 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发现什么 对对对 所以那个毒贩他那时候被我们抓了 他自信都没有了 要把他自信挑起来 是 我是马仔嘛 哦 我就给他安前马后的忙活 酥酥头 嗯 按摩一下 嗯 给他弄点好看的衣服穿上 哎呀 要像大老板嘛 哇 那您会给自己取个名吗 马仔的话 哎 比如说 取名字有什么讲究吗 那当然他如果是马仔的话 嗯 那名字就取得小一点 怎么说 前锋啊 哎 他如果是老板的话 啊 啊 大张伟啊 哎呦 哎呦 不一样 这次去英语我是华仔 华仔 那我就起个名字华仔 华仔啊 如果去当老板 那就叫华板 大华板 华哥 哦 华哥 啊